好,我们继续回到麦子学院为大家讲解文本动画 好,我们上两节课已经讲解了绘制动画 特别是第二节讲解了一个绘制logo 那这节课我们来看文本动画 我们将要建立四个文本动画 好,我们的文本选择的将是麦子学院 麦子学院 通过建立麦子学院的文本动画来学习如何制作文本动画 我们来到Motion5 先要更改一下项目 把项目变成一个白色的背景 好,选择T输入文字麦子学院 更改文字格式的 更改文字样式下边的颜色 把文字变成一个黑色 选择一下字体 微软雅黑 选择键修改文字大小 好,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字 那么现在就要为文字添加文本动画 在文本序列之中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有的文本动画 我们能够在左上方看到文本动画的预览 我们现在随便为文本添加一个行为 不妨看一下 文本此时就有了一个动画效果 对吧 那这个效果比Keynote会方便很多来建立 也会比Keynote显得更加的活泼一点 好,我们再换一个 看到这个效果 也是一个文本动画的行为效果 我们可以在行为下对这个行为进行编辑 我们现在编辑一下它的颜色 变换成一个绿色 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文字在放大的时候 有了一个颜色的变换 好,还可以继续改变文字 那么就是文字颜色上会有一个变换的效果 好,现在我们把文字的颜色改变成一个白色 像是有一道白光一样来照射过我们的麦子学院文字 好,那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删除掉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其他的案例 我们选择活泼 我们选择活泼 看到在这个地方有in,有out 那么我们先为文字添加一个ye 那这个行为就是文字的进入动画效果 然后再为文字添加一个out 就是文字的出动画 好,文字就有进有出了 好,再回到高光 我们再为文字添加一个中间动画值 我们把出点向后挪一下 再来编辑一下中间动画的运动效果 继续修改颜色吧 好,我们再让它变换一个颜色 好,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文字有进有出还有中间的颜色变化 对吧 那这样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重点 文本动画效果 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要建立in,要建立out 同时还要建立文本动画中间运动效果 好,那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下边我们再多建立几个运动效果 来为同学做其他的演示 好,建立新的群组 选择t 输入麦子学院 修改 修改文字颜色变成黑色 修改群组大小 让文字变得大一点 好,此时再回到资源库行为下的文本序列 为文本添加出动画和入动画 也就是一个in,一个out 我们随便添加一个吧 好,此时添加了in 我们要修改in的时间长度 因为它实在太长了 特别的慢,对吧 我们来修改这个行为 把它变短 麦子学院有了一个出动画 他添加out 让麦子学院同时有一个出动画 刚才是一个入动画 我好像有一些口误 好,现在有了出动画和入动画 下面继续为麦子学院添加中间运动动画 这个里边还是 这个里边没有 这个里边只有out和in 我们再来看基本 基本也是只有in和out 好,来到这个文件夹 里边有文字闪动的一个效果 我们为文字添加上这个中间运动效果 修改它的播放时长 麦子学院有了入动画 有了中间运动 还有了出动画 好,下面再建立一个第三个麦子学院 修改它的颜色 选择它 修改它的大小 再为妹子学院添加第三个文本动画 我们这次来到基本 我们挑选两个效果 一个初始动画 修改时间长度 再有一个out 结束动画 修改时长 好,回到检查器 我们也同样可以为这两个行为修改参数 看到这里 还有控制和格式 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做修改的 希望同学在课下多多练习 进行各种的尝试来熟悉各种行为和行为是如何更改的 好,这里我还是继续改变它的颜色 让它有一个色彩的变化 这里就有了一个绿色的变化 好,下面再继续为它添加中间运动动画 好,选择一个旋转的为它添加上 修改 行为时长 好,看到了文字有了一个旋转的效果 在这个旋转效果里边 同样也是可以编辑颜色的 这个颜色编辑错了 这个颜色编辑的是外框 我们不应该编辑外框 我们不应该编辑外框 我们应该编辑的是外框 我们应该编辑的是表面 因为刚才这个麦子学院并没有外框 它只有表面颜色是黑色 好,把表面颜色更改成绿颜色 好,第三个也建立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建立第四个 同样修改文字颜色 来到资源库 行为文本序列 继续添加文字1和文字out效果 好,选择这个效果 把它添加到文字之上 文字有了一个初始动画 再有一个结束动画 修改时长 好,继续添加文字中间动画值 添加以同样类似的一个效果 我们播放看一下 见到一些卡顿 我们进行一次渲染 再播放试一下 还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文字的大小 这个文字太小了 好,继续渲染一下 好,再来播放看一下 播放看一下 四段文字已经添加上了各种的效果 有入动画 有中间动画值 还有初动画 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为大家讲解的 文本动画 建立也是比较简单的 Motion中的文本动画 也可以同样输出为 Final Cut字幕 也可以在Final Cut里 挑选字幕来Motion中进行编辑 这个文本动画 还是非常有用的 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多练习 也可以尝试 导出Final Cut字幕包 在Final Cut中添加字幕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中文字幕摆得起来